如果你们有要求那些地质 就跟外面每家的店都一样 就是德国人的精神 固执规模 有自己的想法 一篇争彩广告 让坚持品质的麦克 在台湾飘着德国家乡的好味道 玩具是面团 我们在家里是面包工厂 我很喜欢摸那个面团 还有温面包的香味 我第一个面包是服的衣服 我三岁 1月19 我在台湾 你好吗 飘洋过海的面包箱 麦克温德的故事 听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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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